当地时间29号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首都喀吐木及其附近的北喀吐木恩图曼三市所成的首都圈地区激烈交火 枪炮声几乎持续了一整天 苏丹武装部队消息人士29号称 其地面部队已经分别在喀吐木和北喀吐木占据了部分地区 并且继续向两市的市中心推进 快速支援部队否认苏丹武装部队取得进展 并声称在多地击退了苏丹武装部队的进攻 且已经收复了被占据的部分控制区 恩图曼市医务人员29号表示 快速支援部队当天向苏丹武装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炮击 有数十枚炮弹落入了多个居民区 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